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部长 最近的新加坡各国宗教的礼仇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我前天接到哈比山 哈山的长老的邀请 我以为是穷我一个人 没有想到今天看到的我们宗教在这个地方团体 是我想到新加坡的宗教团体 是对全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机遇 很值得纪念 我记得我们在99年 99年第一次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 就是温兴晚宴 过年的时候 我们邀请九大宗教 以及他们的老人院 孤儿院聚集在一起 过这个新年 第一次好像是曾思生部长 接受我们的邀请做嘉宾 这个好像第一次是有三千六百人 那么第二年呢 是就大了 第二年的时候 邀请大胆做头 好像有五千多人 第三次是吴泽东总理 我们的人数将近七千人 规墓很大 那么这个以后呢 我就离开新加坡了 这个活动听说也就停止了 那么以后我就见到这个哈比哈山的时候 我鼓励他做 所以前年他做了一次 我来参加了 那这是李贤隆总理做我们的嘉宾 所以这个活动很好 非常重要 那么尤其是我们组团 我曾经陪同过新加坡的这个宗教团 访问中国十六天 那么陪同这个印尼的宗教团 访问过罗马 访问过埃及 也访问过中国 那么这是去年 我陪同马来西亚的宗教团 访问过中国的新疆 这种组团旅游 是我们宗教团结最好的级约 平常大家都忙着自己工作 很难聚会在一起 旅游的时候 从早到晚都在一起 无话不谈 所以这个是这个宗教团结的非常好的方式 那尤其是我们06年 我们在巴黎联合国 这个教科团总部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 我们把所有东南亚宗教 我们都邀请了 这个大会办得非常成功 我们那个时候才晓得联合国在过去 对宗教是有很高警觉性的 不大愿意这个接触 从巴黎活动之后呢 他们对宗教改观了 这个联合国教科团组织 正式成立了一个宗教办公室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新加坡要努力 新加坡带头带起来的 希望的时候呢 能够带动全世界宗教团结 迈向真正的安定和平 我也非常期望 我现在年岁大了 虽然这个做不动了 我很欢喜 我会全力支持大家了 来做这一桩事情 因为这个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呢 除了宗教团结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我记得我05年 马尼给我见面的时候 这个前首相 他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法斯 你走过很多地方 也认识许多国家领导人 他说你看 这世界还有和平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严肃 当时我回答他 我说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 世界就和平了 他拿四桩 我说第一个 国家跟国家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 第二个呢 族群跟族群 第三个 政党跟政党 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 都能做到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啊 世界就和平了 他听了之后 我走眉头 他说太难了 我说是难 不容易 从宗教团结下手 可以做得到 这个话他听懂了 他第二天结果写信 就邀请我参加 他这个 他自己办的一个 这个和平论团 我们相处了四天 谈得很投缘 所以这条路是能走得通的 为什么呢 新加坡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向联合国推动 希望以后 这个这个新加坡宗教团结的时候 是利用联合国的场所 能够带动全世界 走向暗定靠边 那么我相信这是全世界人的期望 新加坡做得非常之好 我虽然是离开这个地方 我常常想念着大家 今天呢 我很感谢这个哈比哈山长老 到这边来遇见很多老朋友 这非常非常难得 我的话就讲到四地 谢谢大家